台北市卫生局一个这样的说明 其实我们很多消费者 他是不理解的 很多人看到广告 看到新闻的标语 其实他会误解 所以这一次也很谢谢 有机会让我在节目上说明 其实我要说的 我一直要强调的 其实我们一直强调 叫做绝在于体外 其实我们是水神 我们是杀死环剧中的病剧 那他所这样的讲法 其实变成我们 老实说真的变神水了 好像用了我们这些疾病都会好了 并不是这样的解释意义 那也希望卫生局 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其实这个图卡 我真的相信 其实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 消费者或者是民众 在我们的官网里面 他们其实都强调的 其实也是在于 这不是就是你们 可以杀死这些剧吗 是啊 其实真的明眼人一看 其实就知道这样的解释意义 但是承办人员 其实在整个我们承受的过程 其实他都一符把我们导入到 对极定的一个 医疗效果的一个疗效 好来高总 高总来请教一下 这个次氯酸水 还有跟次氯酸钠 是 好像还是有人会傻傻 说不清 而且医师说 都不能碰在手上 不能碰在身体上 是是是 其实不只是 我们这几天收到的讯息 不只是医生等等 我们也看了很多 网路上的讯息 很多医生等等出来讲 那包含那天我到 台北市卫生局 承办人员都自己问我说 你们的PPM只有10PPM 别人的是100PPM到200PPM 你怎么会有效呢 要这么高才有效 我真的要说 其实真的技术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的其实叫做 微酸性电碱 次氯酸水 所谓的次氯酸水 很多人会广泛来说 其实市面上 有非常多的次氯酸钠 它也叫做次氯酸水 在外面中 称号称 但是我们可以 从它的制程方式来看 我们用的是 直体的盐酸 我们的机器里面 它是有个电解板的 而我们的技术 其实从日本来的 那我们的微酸性 电解次氯酸水 我们要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我们的PH值 是在5.0到6.5之间 它是最接近人体的PH值 而这些的所有的实验报告 在日本的北里大学 生命研究科学系 还有相关的 他们的一些研究中心 其实在2002年 都有相关的实验报告出来了 那包含日本厚生省 其实他们在2002年 也把这样子的 微酸性电碱次氯酸水 当作是食品添加剂的一种 它是一个对环剂 完全不会产生 我们刚才所说的 漂白水 次氯酸 那种制成的三氯加碗 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更重要的是 它是刚好让你 杀死有害的病菌 又不会残留 对人体不好的东西 包括5个安全测试 我们都有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 不会产生环境生态 而且它是还原成水的 是一个非常非常 安全而有效的一个 制成模式 谢谢 谢谢高总 是 是 是 所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